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在疫情下 网购成为购物新趋势 然而网络诈骗却也已成为了诈骗集团最热门的手法 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稍微不留神就会上当 为了对抗越来越严重的网络诈骗 上过当的脸书有联合开设了专业 即网络爆料老千欺骗组联盟 揭发网络老千的资料与干案过程 提醒民众不要受骗 该联盟主要对付的是 无赖人士、老千、双标者 和用几个户口炒作自己货品的商家 只要民众发现卖家是老千 或者本身是受害者 就会将老千的专业上传到该联盟的专业 同时将自己经历过的事件分享给民众 警惕民众小心 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在疫情下 卖家会利用社交媒体收卖他们的产品 但不是所有广告都是真实的 许多民众在汇款后 却没有收到产品 或者卖方突然人间蒸发 产品或不对版等的情况零零种种 因此民众必须选择幸运良好的网购平台 以免上了当吃了暗亏 另一方面除了网购诈骗 更有人为了骗取原租金 而编造自己的凄惨故事 而这回呢就连马铃薯叔叔 关志廷也写些重招 一名女子谎称自己是残障人士 还编造自己的儿子跳楼死亡的假故事 甚至盗用了网络的自杀视频 发送给关志廷企图博通勤 骗取原租金 幸好关志廷急致 经过查证后拆穿了该女子的谎言 并将有关事件以及对方的手机号码 在网络上公布 并提醒民众不要受骗 也劝该女子若面对困难 大可以直接说无需欺骗 他在脸书贴文 指他昨晚接到该女子的通话后 便联络雪舟哥打白沙罗的人民涉及成员 由后者协助该名女子的事宜 不料当成员抵达该女子的住家时 对方却拒绝开门和接听电话 他还说该女子叫后也声称是因为面对困境 所以才会动歪脑筋企图骗迁 编造儿子最柔毙命的故事 来关心与疫苗相关的新闻 早前我国政府称说 只要达到80%成员人口完成接种疫苗 我国就会开始进入地方性流行病 endemic的阶段 截至昨晚11点59分 根据卫生部CovidNow的网站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登记的成员人口中有93.2%的人 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有80.2%的成员人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这也意味着我国比原先预计的10月秒提早了一个多月达到80%成员人口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目标 另一方面 槟城学生今天开始接种冠病疫苗 不过今天仅限在外州技术学校求学 以及有预约的16至17岁的学生接种 然而就有数十名的家长因为没有详读信息 误以为可以带孩子登门接种 结果就白跑了一趟 滨州国际会展中心疫苗接种中心的经理诺哈西马医生 受访时就希望家长享读卫生部的信息 不要只看一半 不看一半 引起误解而扑空 他还说 还未接获预约通知的就请耐心等待 若有被遗漏的16至17岁学生 之后可以凭着校方的信件 或者是监护人的同意书登门接种 换个焦点 自从MySjatra系统增设登出checkout功能后 有民众在离开某个地点后因为一时忘记登出 结果应该地点之后出现冠病确诊病例 而导致自己无端端就变成了非密切接触者casual contact 马华中尾姚伟豪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民众 在离开某个地点时不要忘了登出 因为该系统是不会在民众在下一个地点登入后自动登出前一个地点的 他昨天在脸书贴文指出他是于昨天下午发现他与妻子的MySjatra状态 从蓝色低风险变成了黄色非密切接触者 他说根据他当天的登入记录发现当天上午10点曾到巴生一家私人医院看骨科医生 但在11点离开时就忘记了登出 而他也联系了相关骨科医生后 对方指当天下午4点30分医院有确诊病症 他说经过检查后才发现原来该系统没有自动登出的功能 因此就促请民众在离开某个地点后一定要按登出键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别忘了精神防疫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